在说起中国乒乓球的时候 很多人都记得一件事情 那就是晨起养猪记 周末的国家队起散之后 晨起就来到了河北正定县的盘桃村 进行学习锻炼 白天是喂猪种地 这我在正定县盘桃村的一个 王叔叔家的一个房间里面 我在这儿就睡了两天了 本来我旁边应该多睡一个人的 那秋一可 没来 我的感觉很孤单 23岁的晨起很少到农村来 这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新奇不良 再给 再来点 再来点 不好用呢 作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 和第49届世拼赛的男双冠军得主 被称为国平杀神的世界最强双打王 晨起曾因为犯错 被主教练刘国良发配到农村养猪七天 如今 晨起已经是国家队的教练团队的议员 当年的国平高手们直播连线时 总免不了还要回忆起养猪往事 什么时候再去养猪 犯错我就不去养猪了 你聊聊养猪啊 养猪也不容易 你以为把猪养好了那也是人才了吧 晨起养猪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还得从晨起少年时代被发掘的乒乓天赋说起 1983年 晨起出生于江苏南通 他天性好动 从小就淘气 6岁的时候 父亲见他不能静下心学习 干脆把他送到南通业余体校打乒乓球 对于晨起这种精力旺盛的孩子来说 每天大运动量的训练 还真是很对他的胃口 同时 他打乒乓球善于动脑子 喜欢研究 所以 在训练了一段时间后 晨起就脱颖而出 而教练也发现 他在乒乓上的天赋 12岁时 已经在南通 成为独孤求败的晨起 被选进了江苏省队 在省队训练了三年 1999年 又顺利入选国家二队 原本 像晨起这种技术过硬的天才少年 只要服从管理 好好训练 绝对能在短时间里 调到国家一队做主力队员 可是他的暴脾气 却让他在进入国家二队后 仅仅18天 就被开除 退回了省队 晨起再一次队内比赛中 因为输球生气 把球拍折成了两半 不过 晨起回到省队后 又通过出色的发挥 在第二年 又被再次选回国家队二队 这一次 晨起又因为和队友一同外出狂欢 凌晨4点才回宿舍 违反运动员的规定 还不服管教 再次被开除 2002年 已经成为著名四头的晨起 在平朝联赛中 先后挫败孔令辉 刘国正和秦志简等当时的国手 从而引起了刘国良的注意 同年11月 刘国良把他调入国家一队 自此 晨起开启了他乒乓球生涯的高光时刻 2003年韩国乒乓球公开赛 是晨起在国际拼弹的第一次亮相 20岁的晨起 出生牛犊不怕虎 他手腕爆发力强 打起球来非常彪悍 在气场上更是杀气腾腾 激情无比 打败了一路好手杀进决赛 尽管他在单打上 最终以2比4输给了马林 只获得了亚军 但是在这场公开赛的男子双打决赛中 他和马林搭档 获得了冠军 紧接着 晨起在国际拼联职业巡回赛中 继续与马林做搭档 横扫所有对手 轻松获得男子双打冠军 晨起个人的排名 也迅速升至世界排行榜的第五位 晨起是左手球员 所以他在配合双打上 有着非常强大的优势 晨起不光与马林做过搭档 他还和王立琴 王浩 马龙等名将都合作过双打 有意思的是 不管搭档是谁 只要和他一起上场 男子双打冠军就跑不了 因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有双打 得晨起者得天下的说法 而晨起也因此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双打王 2004年雅典奥运会 女拼队表现不佳 牛建峰 王楠等先后被淘汰出局 只有张仪宁坚持到了最后 男平队的状况也不好 孔令辉和王浩被淘汰出局 马林也在男单比赛中 发挥失常 未能进入决赛 这样一来 晨起和马林的双打比赛 能不能夺冠 就成了国平队唯一的希望了 当时 马林的状态不佳 屡屡失误 让对方得了不少分 不过晨起却越打越自信 他的激情最终感染了马林 两人配合默契 最终获得了男子双打冠军 比赛结束后 当大家向马林和陈起祝贺时 马林感慨 这场双打不是我打得好 而是陈起的进攻太棒了 陈起在短时间里 就获得了辉煌的成绩 球迷们为他鼓掌喝彩 甚至封他为杀神 当然 有能力的人脾气大 陈起的臭脾气 还是一点没变 2006年 陈起在日本参加乒乓球 亚洲杯比赛时 终于打进了男单决赛 陈起虽然打球凶猛霸气 可是他这种快攻手法 也有弊端 一味进攻 防守就比较薄弱 同时 节奏和稳定性 也控制得不太好 双打的时候 在搭档的配合下 他的短板友人弥补 反而能发挥优势 但是单打的时候 他打球的弊端 很容易给对方制造机会 这也是他总是 无缘单打冠军的原因 也正是总拿不到单打冠军 陈起也特别看重这场比赛 然而在决赛中 他还是输给了王浩 输球后的陈起气急之下 没能控制好情绪 当场就把拍子 狠狠地摔在地上 一边飙脏话骂人 一边把赛场边的椅子 一脚踢飞 陈起的行为 当然有为体育比赛的精神 国家队迅速对他 做出了道歉 留队查看半年 罚款等处罚 其中还有一条 就是把他下放到农村 接受劳动教育 陈起在农村里 不仅要除草种地 还要养猪喂牛 更惨的是 这期间还有无数媒体 前去看望他 毕竟奥运冠军养猪 这种事还是绝无仅有 就连央视 当时也专门为他 制作了一期节目 替他记录下了 那段艰苦岁月 不过 陈起的火爆脾气 只会在赛场上爆发 他在平时的生活训练中 其实为人很低调 同时 他又有一股子侠气 因此在国家队里 他和队友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国际拼联取消了奥运会上的 乒乓球双打项目 这对于有着双打王的陈起来说 影响是巨大的 为了单打 尽管陈起在选拔赛中拼尽全力 依然没能挤进男子乒乓球运动员 正选名单 只能以第四名的成绩 以替补队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 尽管再也不能在奥运会中 以双打王的角色出现在赛场上 但国际拼联认为 陈起在双打项目中 获得了六个世界冠军 因此 破例把没有获得过 男子单打冠军的他 也选入了乒乓名人堂 其实 在奥运会中 虽然没有了乒乓球双打比赛 但凭超联赛 公开赛等国际赛事中 还是保留了乒乓球双打项目 因此 陈起完全可以继续代表省队 去打那些职业比赛 不过 脾气火爆却有狭义之风的陈起 把比赛的机会让给了队友 他自己只给队友当陪练员 伦敦奥运会时 陈起更是作为后勤和陪练员 参与其中 2014年 魏国拼效力长达15年 30岁的陈起正式宣布退役 回到家乡江苏省队 担任乒乓球队主教练 刘国良担任拼协主席后 为了补充国拼队教练 又把陈起从江苏省队调回国家队 并让陈起担任许新的主管教练员 2019年 陈起担任国家队南一队的教练 作为场外教练 指导过马龙和王储亲夺冠 带领马龙、许新、樊振东等运动员 参加过大赛 赛场之外 陈起2011年和女友结婚 2012年有了儿子 刘国良还给陈起的儿子 取名陈子墨 如今的陈起 有着丰富的教练经验 性格也平和了许多 早已不是多年前的那个刺头 谈到过往 陈起总是一笑了之 谁还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